主席 各位同仁 本来由司法院 行政院 考试院 三院会贤的版本 法官法征定第五条之一 本来是要因应对于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金字塔化之后的法官改成特任 来做的配套 但是因为社会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共事 所以在委员会的讨论的过程里面 那么我们就把金字塔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特任 就已经要求先暂缓 然后充分沟通之后 在下一个阶段再来处理 所以第五条之一的增定 再失去了他原来要做改革的基础 那么这样的一个条文的增定 就会要还到回到原来的这个中审法院的制度来看 那么现在的中审法院的法官 它的产生的方式呢 在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的资格条件 明定在法官法第五条的第三项 那对于限制法官的签调 根据法官法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本于法官自治的精神是由司法院订定 法官签调改任办法来办理 那么对于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的资历条件 都有非常完备的一个规范 然后在这个规定里面 经过司法院的人事审议委员会 那么做讨论 做出审议之后 那么才这个产生了这个最高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 我们终审的法官 所以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完整的人事审议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认为 增定第五条之一 针对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个法官 要另外透过法官临选委员会来做临选 那么法官临选委员会来做临选 因为它是针对出任跟在任法官 所以把它把这个对于终审法院的法官 如果要变更这个制度 要增加这个程序 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 那么对于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个院长 这个特认官 现在都是由司法院院长 根据具有条件的 就是根据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第16条的最高法院院长 还有行政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最高行政法院院长的资格 符合资格的由司法院的院长向总统提出建议 由总统来这个指定那么这个特认官来担任 这个在限制上面并没有什么至爱难行 或者引起争议之处 所以我们认为并不需要增定 谢谢 接着请黄国昌委员 感谢观看